音乐 哇 今晚又要吃大餐了 后来真是有食物 哈啰 朋友们 大家多安心 因为我们正在吃饭 今天我们准备约上村里的小伙伴一起过来吃龙虾大仓 肥仔酥酥 外粥给人家 姐 姐考一下 你指一下小龙虾 反动人这个小龙虾 吃木鱼吧 这个是不是要把那个头给去掉的 是的 东西要很多 是的 现在是第一步 然后下去 给它洗个澡按个膜 下去镜头的女人想吃 就来吧 小龙虾应该配什么呢 配什么吃呢 配啤酒吗 我们买了大概30斤的龙虾 总酱对 不好意思 嗯 嗯 那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龙虾的吧 用油先炸小龙虾 十个八个吧 二十个三十个吧 二三十个 辣椒 蒜油 另外我们还做了双菜鱼 炒油进去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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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烂酱跟蒜 拌在一起炒 哇 哇 哇 很久了 哎 哎 很久了 哎 很久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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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差不多了,准备开餐啦 其实每一次聚会除了吃大餐 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帮助 学识别人的优点 这才是聚餐的意义吧 你装饭给谁啊? 妈妈 装饭给妈妈啊 哇,这么厉害啊 我都没有小孩 这个款式啊,谢谢啊 要做什么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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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吃啦,看看是什么锅头 你上歌是什么锅头 是什么环境,是吗? 是什么火候 好啦,朋友们今天的龙虾大餐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 大家觉得聚会的重要性是什么呢? 欢迎留言咯